大家好,那么俄罗斯的K-329比尔戈德号核潜艇目前被北约发现出现在巴伦之海东部 目前不清楚波赛东现在是否搭载在K-329比尔戈德号上 现在实际上乌克兰方面、北约方面对比尔戈德号的舰长、潜艇指挥官 安东·阿列辛发出了死亡警告,并不是威胁他 他现在并不在俄罗斯国内,而是公开了比尔戈德号舰长安东·阿列辛 他妻子及子女,包括他的亲属、父母相关的联系方式 就发出了死亡威胁 她妻子叫纳塔利亚 从照片上可以看 而且公开了他们的相关的手机 包括住址都公开了 所以这是明显的警告 那么现在来看,实际上在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未来的情报单位很有可能在俄罗斯会有更多的行动 甚至是这种暗杀行动,对俄罗斯的核部门的主要的这些执行人员 包括他的家人进行暗杀 现在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保护 除此以外,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还曝光了俄罗斯第12总局中将 叫伊格尔科尔列尼科夫 这个人实际上大家不太了解 他是负责俄罗斯核武库相关的第12总局的总负责人 那么现在按照乌克兰说法 现在只是一个警告 也公布了伊格尔科列尼科夫 他的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 甚至包括的车牌 开的所有车辆 所有车辆信息 全部都公布了 包括的邮箱 大家可以看非常清晰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对俄罗斯的核力量发出威胁 如果未来俄罗斯真的在北海方向 在黑海方向试射或者进行核爆 很有可能对这些掌握信息的人员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暗杀 进行处决 现在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核威胁已经起到作用了 从现在来看 乌克兰方面已经开始为最后做着准备 也就是俄军真的实施了核实验 那么乌军会进行反击 乌军首要反击就是处决这些参与核实验的军官的家人 第十二总局我先介绍一下 大家可能对这个第十二总局不太了解 实际上对俄罗斯联邦国防系统 特别是俄罗斯核力量了解的都知道 十二总局才是俄罗斯负责核技术保护 以及核安全的军事指挥和控制机构 是俄罗斯联邦军队内部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那么他的负责人也很神秘 但是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把他的信息全部公开了 大家看到了吧 那第十二总局呢 他是1947年9月4号成立的 隶属于国防部 目前的指挥官是伊格尔克列斯尼科夫 就刚才曝光的这一位啊 他在苏联时期呢 从47年9月4日到49年 在苏联国防部被称为苏联国防部特种武器总局特别部门 49年的9月20号到58年 被称为苏联国防部特种武器总局 1958年4月29号起 苏联国防部正式命名其为第十二总局 也就是苏联国防部十二总局 他在国防部的车牌代码为12GU-39 那47年的8月21号呢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命令 从47年8月27号起 苏联武装部队部长布尔加宁发布命令 要求航空 也就是苏联的空军支持核试验和开发 用于运送核弹的相关技术手段 47年的9月4号 被认为是苏联国防部第十二总局成立之日 苏联武装队总舱部特别行动部成立 其任务是创建第一个实验场 叫塞米巴拉金斯克实验场 研究核爆炸破坏因素及发展部队人口 反核保护手段和方法 那么47年的11月10号 苏联空军总司令签署创建军事单位93851 最新命令因俄罗斯的英雄科马罗夫 被任命为训练场负责人 该训练场使用特殊弹药即原子弹 执行轰炸任务 俄罗斯的空军特种武器总局 也负责现场的管理 49年的9月20号 总参部特别改组苏联国防部特种武器总局 和苏联武装部总参谋部第六总局 苏联国防部特种武器总局 负责与空军和核武器有关的一切事务 1951年的3月1号 苏联的原子武器库中 有15颗RDS-1型原子弹 原子弹的储存 在第505号领土专门修建的储存设施中 炸弹以拆卸状态存放 零部件存放在钢筋虎凝土的地面仓库中 52年1月1号KB-11 那么苏联制造出了35颗原子弹 空军使用核弹的准备工作 从51年底开始 当时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使用图4战斗机 从航空母舰起飞进行实验 随后50年底 苏联的议会决定建立核武器中央储存基地 即组装和存储原子弹的相关组织 到了58年 实际上是从60年起 这个特别管事处正式成立 它作为第六局的一部分 58年的1月至2月 苏联的中型机械制造部 完成总局规划给了苏联的国防部 改制为苏联国防部特种武器总局 到1958年的4月 正式更名为苏联国防部第十二总局 然后苏联武装部队总参部第六总局 被纳入到第十二总局 两局合并 到74年11月28号 为实现战略对等 对各类武装力量的核保障任务 国防部第十二总局火箭军 正式从十二总局撤出 转移至苏联国防部直接下属 也就是现在的战略导弹部队 原来在74年之前 十二总局下属就是火箭军 也就是战略导弹部队 74年11月28号以后 导弹部队正式从十二总局 单独列国防部直接下属的 那又成立了第六局 就是负责这个弹道导弹 战略导弹部队 所以你可以看十二总局 实际上是俄罗斯核力量的 非常关键的部门 88年要在核安全运行总局的 技术上 在十二总局成立了核安全监察局 94年以来核安全监察局 只能扩大 转制为俄罗斯国防部 核与辐射安全国家监察局 89年到91年 苏联解体前夕国防部第十二总局 执行了将华约国家外高架索 中亚联盟共和国的战术核武器 运往俄罗斯领土的工作 俄罗斯在1992年到96年 从白俄罗斯 哈萨克塞 乌克兰 向俄罗斯国防部的相关设施 运回核武器 95年4月 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 在核武器存储安全领域的 运输领域达成了协议 美方向俄罗斯 运送了150个超级集装箱 用于保护核武器 1996年到97年 在美国的帮助下 最终确定 115辆用于运输核武器的铁路车辆的 物理保护和热稳定性 为了改善武器存储场所的 实物保护 美国还提供了警告系统 包括摄像机 97年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长的命令 所有核武器 军事基地 战略导弹基地 除外 都转移给第十二总局 2002年俄罗斯联邦的一些核武器基地 战略导弹部队 也移交给了十二总局 这个十二总局 就是负责俄罗斯的整个核武器的监管 保存 96年以后 第十二总局参与了全面进行 核实验条约的国际监测体系 从97年俄罗斯武装队核与技术支持中心 在十二总局成立 那十二总局呢 现在它的总部是核安全中心 位于莫茨克大剧院 大剧院界 那它呢 有超过20个基地 从05年以后 又扩大到14个基地 分布于俄罗斯 以及前苏联加盟国国 多地 那它的武器包括空中的 空射巡航导弹的弹头 这都是战略核武器 核战术核武器弹头 也包括特种炮弹 其中呢 还包括反舰 传统的鱼雷 也包括防空型的核弹头 工程部队的核弹头 另外呢 它还下下有很多的实验室啊 在俄罗斯各地 也有监测实验室 所以呢 这一次的乌克兰 曝光了俄罗斯的第十二总局 总司令的这个身份信息 包括它的家庭住址 邮箱电话 你有兴趣 你可以打一个 打一个电话 你给俄罗斯 十二总局的领导 直接打电话 能拨通 我告诉大家能拨通啊 我还试了一下 能拨通 所以你可以看 乌克兰现在这个 情报啊 对俄罗斯 这种核威慑 乌克兰的反应 那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这个核威慑 去确实起到了作用 那昨天的消息呢 普京已经命令 俄罗斯的空天军 也就是太空部队 那么可以摧毁 乌克兰上空的卫星 那么现在马斯克非常紧张 马斯克呢 他今天又发了推特 我看了一下 马斯克的推特 很有意思 马斯克呢 表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居民 大部分是俄罗斯人 所以他们更喜欢俄罗斯 因此 他呢 回应美国的议员 林塞格雷厄姆的批评 林塞格雷厄姆呢 宣布 马斯克在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有重大的缺陷 那马斯克呢 还公布 2012年最新的乌克兰的拉达选举结果地图 这个地图是乌克兰的选举结果地图 根据该地图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居民投票 支持赢得地区党的选举 马斯克所有说 显然不是每个投票给亲俄政党人都想加入俄罗斯 但说没有人愿意加入俄罗斯 这是完全错误的 那从现在马斯克的发言啊 从马斯克的 他这个推特来看 马斯克一直是倾向于 在乌东地区 分离俄罗斯和乌克兰 马斯克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把俄罗斯人从乌克兰分离出去 就能换来和平 那么现在引起了乌克兰国内的不满 乌克兰的总统 到国防部长 到驻德国大使 都在批评马斯克的想法呢 民族自觉嘛 那俄族人对吧 和乌克兰族人 你们是不同的民族 那你就不同的 有不同的国家 你可以自觉 那未来呢 就能解决这个战争 马斯克还是一厢情愿 按照这个美国民族自觉 这有点像什么 像台湾 你看跑到 跑到美国那个什么 台湾驻美代表 肖美琴天天就讲 民族自觉 我们台湾人 我们和大陆不一样 我们就要自觉 那你民族自觉 乌克兰第一个反对 你民族自觉 你把我领土分裂了 你们民族自觉 你可以走 是吧 你带着家眷 带着什么金银气软 你跑到 跑到俄斯 可以领土给我 乌克兰不同意 你领土给我留下 你民族自觉 然后你把土地 拿回 拿回去了 你民族自觉 你在这 一共生活二三十年 然后你就想把这个土地 从我们国家分裂出去 怎么可能 所以你看台湾 你自己也想一想 这民族自觉 连马斯克呼吁民族自觉 美国的议员都不同意 乌克兰的议员也不同意 你可以想象 未来你台湾如果宣布独立 全世界有承认你的吗 你们台湾搞台独 自己想一想 什么叫民族自觉 美国都不承认 乌克兰的民族自觉 能承认你台湾呢 你台湾自己好好想一想 大陆能够同意吗 美国同意了 大陆同不同意 所以我说台独面临的就是战争 你只要想台独 最后大陆人一定给你开战 那个土地是大陆的 你想建国 可以 你跑到纽约去建国 你跑到加利福尼亚 你跑到那个沙漠里边 加州的沙漠里边 你想建国随便建国 对吧 我们可以是吧 给你点钱 给你募捐 台湾人建国给你募捐 你就在沙漠里买个土地 然后你去建国 就在那儿建国就完了 你不要跑台湾去建国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这台湾到现在也不理解 我们生在这儿 我们长在这儿 为什么我不能建国 你问问马斯克这个事 你问问 马斯克说了 那俄族人他想建国 他想独立 想回归俄罗斯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 你去问问马斯克 为什么不能 问问美国政府 问问美国议员 为什么不能 都可以 那库尔伦是不是能建国 那美国是不是四分五裂 各个大国是不是要四分五裂 碎片化一地 那未来 是不是世界大战 这就是我说的 这就是我说的 国际大势 地缘政治 你台湾现在有这个机会吗 咱别说中国衰落成世界的东亚病夫 当年清朝 那迫不得已跟日本签了条约 随后中国二战胜利 马上把台湾拿回来了 现在中国是什么年代 中国现在是蒸蒸日上 中国是永何无缺国家 害可能让你台湾 就这么从中国 是吧 版图分裂出去吗 不可能的 你想什么 这些台独 所以我说 我叫醒所有台湾年轻人 不要幻想 你想独立 你看看库尔德人做没做到 你再看看乌冬这些人 为了独立 最后就是战争 没有什么好说 就是战争 所以我说 你想台独 中国就武统 就是战争 解决台湾问题 最后的还是战争 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是美国让不让的问题 还有中国的问题 最后就是武统吗 武力统一 所以台湾人最聪明的人 现在应该赶快 想办法跟大陆来谈 统一的事 不要发生战争 发生战争也是统一你 不发生战争 也能统一你 你还能提出条件 这多好 对你台湾人真正聪明 现在应该赶快想台湾的未来 全世界不会因为你台湾 就放弃整个世界的秩序 为你放弃整个世界的秩序 怎么可能呢 好好看看现在乌克兰发生的一切 所以我说 这个世界本身是由大国来决定 大国决定这个世界的政治 世界的秩序 你自己想一想 你是不是这个大国 你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顺应这个世界的历史潮流 乌克兰现在很明显 他不是大国 他也没有核武器 所以这就是很多大国能够决定 地区的和平 决定世界走势的原因 今天就讲这些 那后续呢 乌克兰有更多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